两个多月的防疫三级警戒 桃园市内的亲子馆也配合防疫封管 现在警戒降级亲子馆工作人员 也有9成9完成了疫苗施打 桃园市政府也宣布亲子馆 将在8月10号起降载开放 随着疫情的发展 我们桃园市总共有19处的亲子馆 我们预计在8月10号重新来恢复服务 亲子馆所有的工作同仁 我们在8月6号有进行疫苗的接种 接种率也超过了99% 那另外市府也补助抗原筛减的费用 来让工作人员使用 桃园市政府社会局表示 亲子馆仅开放进场自由活动 课程跟有群聚风险的项目 一样暂停不开放 同时入馆一样要实联制量体温跟消毒 请家长务必配合防疫规定 亲子馆恢复服务之后 我们会来做降载服务 那仅提供室内的这个自由活动 开放使用叫玩具的部分 那提醒家长呢 要先来用这个网路或者是电话 进行预约 那入馆前也要配合做实名制 以及在过程里面相关的一个防疫措施 虽然亲子馆开放入馆 但为了防疫降载50% 而且必须事先登记预约 否则无法进入馆内 社会局也将都岛各馆完成查检表 落实防疫作为 记者来为一桃银报道